什么年代的还花钱真理资料 我这次可是特地下载 外贸协会试验处所为这位厂商所建构的 南京商圈Go的APP 为了协助业者拓销大陆 且因应智慧型手机普遍 透过下载用软体扩充功能 与获取资讯等习惯普及 外贸协会推出南京商圈Go App 全面统整大陆南京地区的市场资讯 供全球用户免费下载 让使用者只见清楚就能直接浏览商情 立即获得所需资讯 手机里面就马上就下载 我们南京商圈的GoGoGo 就获得很多里面很多非常多的资讯 那为什么我们要提供这样的服务呢 就是提供我们台湾的这个企业 脱销大陆市场的一个 随身期待你的资讯 特别的南京呢 它是一个福射的一个商圈 所以从安非啊 从江湖出这种镇江啊 这些很多人呢 都会到南京呢 去采购 所以我们南京地区交易会呢 年续办了一年就一年 今年第四年呢 还是非常的热络 非常常常参加非常有业 就是说明它的市场的情绪 那我们为了服务我们众多的 中小企业的 对市场的资讯的需求 还脱销的变业 由世界处人特别把它的精华 研究的精华 融缩在这个我们手里的APP里面 南京商权Go是外贸协会首 杜真对地区市场研发的手机应用程式 内进有南京各地商圈的简介 潜力市场分析 商店卖场位置 商旅运集与买家名路等 即使手机没有网路 也可以离线浏览 未来外贸协会也将 扩大开发大陆其他城市的内容 让厂商只要一机在手 就可以在各主要城市畅行 从实义住行 业务联系到商旅安排 都能迅速取得先机 今年第四度办理的南京 台湾民地交易会 我们接近有1200多位的 台湾的中小企业 会到南京去打拼开发市场 让他们的人手 都可以一起开启台湾 南京商店的GoGoGo 今年9月20号到23号 台湾民品交易会 将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登场 厂商出发前 点击下载南京商圈GoApp 抢先体验在南京逛街 兼考察的便利信 掌握商机临时差